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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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各位減肥天使 如何,收回了些味道嗎? 我就是未? 所以今天就要為大家介紹這個減肥系列的最終回 也應該是一個最好吃的一回 就是以朱古力為減肥目標的一個邪惡甜品 但其實不是很邪惡的 大家看看材料就會知道 今天要介紹這個就是朱古力香蕉合桃串燒 究竟材料有甚麼呢 就是朱古力香蕉和核桃, 說完 第一件事, 我們也是把核桃烘香 我們就留一些完整的在這裡, 用來裝飾 但是大部分的, 我們就把它切碎 就不要說粉碎到認不出是核桃 減肥你就千萬不要吃牛奶朱古力 或者是白朱古力那些, 因為就死定了 好, 你把核桃切碎之後 我們就照樣煮碗了 把它在這個沒有油的平底鍋上 把它輕輕炒香 烘香它 就要吃到, 把核桃切碎 我們要把核桃切碎, 放在這個上一邊 放在黑朱古力 放在黑朱古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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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蓋上一張保鮮紙 然後另外煲一個水 等水滾了之後就把它關到小火 用這個水蒸氣 將這個巧克力助容 這是一個比較正當的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偷雞 其實放微波爐也可以 但微波爐有一個危險 就是它可能一過了時間就會焦 巧克力一焦了 它裡面就會分離 就會焦了 那你就用不了 所以不方便 就有方便的危機 這個你就可以留意 它一定無死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處理香蕉了 將香蕉切成一塊塊 而每一塊的尺寸差不多一樣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朱古力融化之後 就把香蕉蘸進朱古力裡 把香蕉蘸進去 接著我把香蕉蘸進去 接著我把香蕉蘸進去 最後我們將剛才遇上的大塊盒桃 也是這樣蘸一半 然後黏在香蕉的面上做裝飾 這樣這個減肥甜品巧克力香蕉盒桃就完成了 今天我們會不會放下水 我會不會放下水 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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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水